一只笨狼 从前有一只狼 它老了 老得不能再老了 有一天 这只狼来到田野里 想找点吃的 它看见一匹马鲸在吃草呢 小马 小马 我要吃了你 嘿 老家伙 你有什么办法吃我呢 你连牙齿都没有了 牙齿 咬的是 嘿嘿 如果不是吹牛 你给我看看 老狼咧开了嘴 露出了牙齿 小马鲸用足了力气 朝他的牙齿猛踢过去 接着就跑掉了 狼失去了知觉 躺在地上好久才醒过来 拖着咕咕之叫的肚子 他又一步一步的走了 一个采访迎面走过来 他唱着歌 捂着铁齿 好不快活 老狼挡在路当中 大声说 采访采访 我要吃了你 怎么办好呢 就这么着吧 你吃我之前 我得量量你的肚子 看能不能把我捆装下呀 量吧 不过得快点 我饿极了 裁缝走到狼的背后 一把抓住狼的尾巴 卷在手上 拿起铁齿 罩着狼的身上 一顿猛揍 一边揍一边喊 嘿 横一尺 输一尺 横一尺 输一尺 狼争来争去 争断了半条尾巴 下腿 逃跑了 狼 一步挨一步 一路舔着自己的伤口 来到了山边 看见一只大山羊 正在吃草呢 我 沈阳呢 沈阳 我要吃了你 嗯 你要什么办法 你要吃了我就吃了 可是干嘛 白白的弄封牙齿呢 你最好站在山脚下 把嘴上都打大的 我把山下冲出来 一直冲到你的嘴里去 好吧 狼站在山脚 张大了嘴巴等着 山羊从山上冲下来 一下 撞在了狼的脑门上 狼摔了一大跤 山羊呢 跑掉了 狼醒过来 捂着肚子想 嗯 我吞下了山羊没有 如果把山羊吃下去 肚子 怎么还会这样咕咕叫呢 这只狼伤心极了 又去找东西吃 忽然 他看见矮树林里 有一块肉 马上就冲了过去 咕咚 怎么了 老狼掉到陷阱里边去了 老狼 鸣